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前中国男足国脚山东泰山队的队员 吴星函事件的进展情况 对于现在的山东泰山队来说已经是多时之秋了 球队的一名教练员和一名队员已经被曝 被这个纪委给带走 甚至有不少球迷表示啊 此前山东泰山是打算去往日本进行海外拉链的 现在临时被拉了回来啊 可能就跟这件事情有关 其实啊 此前山东泰山队啊 被关注度最高的运动员 并不是这两位被带走的球员和教练 而是吴星函 这也是离铁指教国家队时 国家队一度在左路上的一个主力人选 主要还是因为他跟他有一个感情纠葛的上海女子 陈陈对于他的一些指控 虽然说吴星函此后啊 发起了反击 甚至报案啊 将这名女子给抓了起来 但是经过上海警方的调查之后 吴星函所说的这些诽谤造谣的事情根本就不存在啊 陈陈也是被无罪释放 那经过这一波之后啊 这名涉事女主彻底是爆发了 看来是被吴星函给激怒了 原本啊 就像媒体所说的 泰山队啊 是希望吴星函夫妇能够跟这名女士和解的 结果他采取了这种更为极端的方式之后 激怒了当事人 当事人在今天下午是晒出了证据啊 表示啊 他已经向四大部门举报了吴星函的夫妇 分别是像这个中国足协 中国的体育总局 纪监委以及这个出入境管理部门 其中前三个部门都是举报吴星函 一些在国家队期间违规 甚至有涉嫌赌球的这种行为 而出入境管理处主要是举报的吴星函的爱人啊 有这个双重国籍的事情 可以说每一项指控都是非常严重的 而通过陈臣自己的描述啊 他表示现在啊 给这个体育总局 以及啊 这个中国足协的证据提交 已经提交了一个多月 而且多次在打电话询问 这个事情的进度如何 至今是无人给出回应的 能够看得出来 从体育内部这个层面的话 似乎是想把这件事情给压下去 因为我们也看到 此前在前体育总局局长 在做这个会议报道的时候 也曾经说过 一定要去振兴中国的三大球 尤其是足球和篮球 所以啊 在大理发展这两大主流运动的时候 爆发出这样的丑闻 显然对于足球和篮球的创伤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知道 就在两天前 差不多是下午的这个时候 那么在篮球圈里 也爆发出了 李梦涉嫌他人婚姻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现在足球篮球丑闻不断 也是让总局这边焦头烂额 一桩未平一桩又起 或许他们真的是想把这件事情淡化吧 但是作为当事人的陈臣 并不打算 这样做 那他已经向纪委去进行了调查 如果说这个事情纪委接手的话 那恐怕就不是体育总局能够控制得了的了 甚至连本他本身都会被称为调查的对象 所以说事态的进展如何 我们也是静待其变吧 希望能不要给中国足球造成太大的创伤